這個時候在鳥松區好像有一點雨勢下下來 看起來 好 來到現在是魔王連線 今天王波隆打第三棒 真的 雨勢來了 哇 這個南部的雨 有時候就很討厭 來的時候就很大 不來就不來 對啊 就怕是這樣一來 整個就摧毀球場 嚇貓嚇狗 是啊 現在雨勢好像真的突然之間加大起來喔 第一球走變化球 對 今天使用變速球的比率也是來到15% 那使用最多的目前看起來還是以曲球為主 對 那他曲球偷的 因為面對到左打者 所以變速球應該會比較多 對 而且他曲球偷得很好 嗯 得點圈有人 這一球揮棒落空 144 對 再一個速球過來喔 盛騎士到目前為止 呃 在前面的四場先發 然後到三勝一半 比較大的問題 或是說可以去攻略 就是他面對到左打者被打擊率是兩成八八 嗯 面對到右打者的話 一成七九 我差了整整一成喔 對 等於他的變速球的這個 沒有他的滑球 或者他曲球那麼成熟 這個位置想要來配high fastball嗎 果然 145公里的速球 讓王伯榮揮幫路空遭到了三振 嗯 兩出局 今天盛騎士的第一K 今年盛騎士其實還是保持很好的一個三振率喔 K9值接近是9啊 來到了8.89 是 到目前為止是這樣子喔 這個配球策略其實蠻聰明的喔 最終是選擇用high fastball 讓波隆大王回棒路空 沒錯 來到第四棒的魔鷹 今天擔任指定打擊 魔鷹 3x08的打擊率有5發紅讓 第一球 還是比較偏外側的那個變速球 魔鷹的話 近況來講有一點小小的低潮喔 賽前連續11打數沒有暗打了 前一次翹專打 4月23號對上富邦翰獎 這個還是低球打得很厲害 哎唷 哇 要停嗎 誤了 要換球 突然之間 南部的那個特有的這個雨 真的是這樣子 一來就是很大 突然之間 那現在要停嗎 哦 洪公說 安排 下來了啦 下來了下來了 現在 確認一下場地的狀況 四位的執法裁判開會一下 要不要停 需不需要喊停 如果喊停的話 可能大反部就趕快拉出來 對 對 要拉反部 那因為現在比賽是到一局下 最怕就是一局沒有打完 結果突然之間 取消 那這樣比賽的話 第一局就是等於是完全做白宮 就是取消的這個比賽 這個時候比賽 英語暫停 來到一局下 兩出局二流跑者的情況之下呢 因為 陳津湖 鳥松區 高雄鳥松區 這個時候呢 突然之間下貓下狗 曹總說的 南部的特色 南部的特色 真的是這樣 下午的話是在北部地區 有雨勢比較大情況 所以工作人員辛苦了 現在趕快把反部 對 把紅土區趕快蓋起來 是 還有機會 外野的攝影師也辛苦了 趕快把攝影師 攝影機穿上雨衣 哇 這個時候突然之間 下起了大雨喔 雖然希望這個雨勢來得快 去得快 原本想說賽前 南部地區應該是 不會有雨勢的印象 但是這個時候來到一局下半 突然之間下起了大雨 希望這樣雨很快就能夠 告一個段落 讓比賽重新回復進行 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我們的比賽現場 原本以為在陳情無球場 瞬間的一個強降雨 會讓整個球場造了個蛋糕 喔 不過最後是好你家在 這樣比賽很快就可以回復進行 剛剛洪總 直接說 安排了 休啊啦 休啊 剛剛瞬間的雨真的是蠻大的 不過 其實大帆布也是大家都有看到 一度已經是在外野那邊待命 但是發現突然之間大帆布拉出來 好像 就是整個雨勢就停下來了 來得快去得也快了 所以比賽重新回復進行 你這個休息不到10分鐘 對 這一棒打擊出去 仰角非常的高 在中外野方向的飛球 結果 我們已經擊出來 中外野方向的飛球 遭到雞殺 形成一局下的第三個出局數 抬槓手銀在一局下 最終是留下了得點圈的殘壘 無共而返